这场好雨除了造成梳花及铁路交通影响之外 也造成大花莲地区自来水供应的影响 目前水压降户数达到了22164户 自来水公司表示降压的时间会一直到7月3号早上9点 也请乡亲们多加注意 7月1号晚间大雨也造成沙不当西混沌 进水厂无法复合 自来水公司先以降压维持供水 受影响区域包括花莲市民心里、民孝里、民想里、民情里、民德里、民政里、民意里、民运里、民乐里、民立里、国庆里、国强里 在洁安乡部分、洁安村、庆丰村、泰昌村等地区都是减压供水 自来水公司表示降压的时间会一直到7月3号早上9点为止 请乡亲多加注意 大花莲新闻总和报道